SBL新強季上週點燃戰火 富王勇士先後擊敗 達星 蒲園兩支禁旅 團隊士氣高昂 前旅外豪水小炮紅之扇 兩戰平均攻下十一點五分 第一場面對胡君 中場前八點六秒的跳投 各式架數連城 獲選了第一週的最佳球員 但主角卻給自己打了 不是太好的分數 我覺得這兩場大概只有五十分吧 一開始沒有進入狀況 包括達星 蒲園這兩場 其實上半場都沒有打得很好 那尤其蒲園那一場 上半場節奏被蒲園帶著走 那其實作為控球 有一個是很大的問題 黃之珊探地謙虛 把連勝的功勞貴給團隊 另外一位表現出色的新同學蔡文成 接下隊長的棒子責任吃重 很開心和隊友們的配合進入佳境 在新賽季跨出好的一步 贏球當然是好事 可能就是因為可能堅持住 不管是差點被逆轉 還是我們落後 都其實我覺得都有追回來 這是一件好事 可能還需要就是再磨合 因為畢竟還不是很瞭解彼此 然後可能打法上 不管是自己還是隊友 可能我覺得大家都還需要再拿捏 攻防的細節 尤其是執行攻防戰略的時候 我們沒有溝通很好 貫徹的執行團隊的一些策略的話 我覺得還需要更多的一個專注力 富邦勇士暑假積極補強 在新球季的第一週 就讓大家看到新的命貌 總教練言行書 期待選手在第二週能夠修正缺點 延續連勝祭事 打出勇士們積極具有侵略性的求風 未來提供新聞採訪報導 跟移民在天づ Ama 主辦公共 bukan 他要遵復時間 當公民博他們 During ce 征之後 瑞